很少整个美国海军需要多大的力量 事实证明只需要一点点 怎么回事呢 时间回到冷战最激烈的上世纪70年代 美国刚刚服役了它作为强大的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 配备ANBQR纲19大礼貌主动声纳的他们 可以潜入深海 犹豫在黑暗当中 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散播混乱和毁灭 可谓是当时助于先进也最为坚不可摧的金属巨怪了 可是啊 真的是这样吗 下水没多久呢 潜艇船员就开始注意到 他们那高级的深纳的橡胶圆顶 电缆线还有其他的一些探测头呢 莫名其妙的就受损漏油了 于是无奈之下呢 这些末日机器只好被迫返回到基地 工程师在仔细检查之后呢 发现这些损伤非常的巧妙啊 它们都是一些较小的割伤擦伤之类的 最多呢也就是被切去了一小块而已 但正好能起到有效瘫痪潜艇的地步了 哎呀 这个就让人心生疑惑了 不管是军方还是潜艇的建造方呢 都开始忧心忡忡 难不成苏联已经研制出了一个专门对付美国潜艇的新武器了 结果嘛 这个武器根本就不是苏联研制 而是大自然研制的 哎 并且人家呢 哪里是什么武器啊 就是一条小巧可爱的鲨鱼而已 雪茄大摩鲨 更可爱的名字呢 叫做曲奇鲨 它是一种寄生鲨鱼 专门附着在较大的海洋动物身上 并从那里获取食物 也就是啊 贴在人家身上吃人家的肉嘛 它那奇异而可怕的咬痕 几乎可以在每一种大型水生动物的身上找到 哎 当然也包括了现在的美国海军的潜艇了 至少有30艘潜艇的受损报告与这些小鲨鱼有关 情况显然是糟透了啊 以至于美国海军被迫将原本声纳上面的橡胶圆顶呢 换成了玻璃纤维圆顶 才得以阻止这些小坏蛋破坏他们的潜艇 并迫使他们返回到岸上 但损害已经造成了啊 雪茄达摩萨的攻击呢 光是维修费就让美国海军掏了数百万 更不用说新的玻璃纤维圆顶 宝贵的时间和浪费掉的燃料 所带来的更难以计算的损失了 他们一定想象不到啊 自己在冷战当中遭受到的最大的耻辱和打击 并不是苏联人造成的 而是来自于一种体仓 只有他们的潜艇的三百四十分之一的小鱼了